北京知名艺术家艾未伟在被失踪周年前夕 在家中安装摄像头 在网络上公开她24小时的活动 去年同样被失踪两个月的北京律师江天勇认为 艾未伟公开隐私的做法 恰恰与中共当局凡事隐瞒 形成强烈的对比 艾未伟3号告诉媒体 她在家里装了四个网络镜头 公开自己的生活 一年前的这一天 她在北京机场被地方当局带走 秘密关押了81天 目前当局在她家门口附近范围 装了15台摄像机 包括她的电话电脑等一切都被监视 出门受到跟踪 因此艾未伟在床头和电脑桌上方等四处 装置摄影机 在网上可以随时看到她的生活状态 艾未伟表示 这种公开和透明对她来说不是问题 希望她方也能展现一些透明度 正如同以前 她拍了一些裸体照一样 她在将自己的这种做法 与当局进行一个强烈的对比 她以自己的行为向当局挑战 你什么都见不得人 而我们这些你们整天的盯着的人 其实我们的确都可以公之于众 实际上她在表达自己对当局的这种不满 姜天勇认为 民众通过这些人的遭遇 可以知道这种客观事实的存在 实际上民众的生运财产都没有任何保障 不仅是普通的人 包括这些艺术家律师 也包括作为当局一份子的这些官员们 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安全科研 没有任何保障 人们应该了解这个现状 才有可能改变这个现状 艾未未去年六月获释 她一年的取保候审期 应该在六月二十二号结束 据发新社报道 艾未未准备在今年秋季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艺术展览 新唐人记者梁星 詹雅荣采访报道 经营导文字幕 詹雅荣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